如果你自己有錯 不想被別人罵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你先說別人有錯 第二種是什麼呢 就開檢討大會 就像是佛地摩一樣 欸 不能講 不能講 那誰是戰犯 最大戰犯 當然就 不 閉嘴 閉嘴 啊 你會小心會被殺頭啊 覺得戰犯是 那當然啦 蔡英文呢 卡住賴清德 這是他目前幫忙之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T 這一次台北市選情算比較激烈的 到底民進黨這次敗在哪裡 誰才是戰犯 這個 難得 你難得慈窮欸 對啊 他剛才在放空 你知道嗎 我已經看著他很久了 然後他都不沿線 陳松這個選舉很早就已經是垃圾時間 很早就已經說他注定會輸 真的 找戰犯這個詞啊 他本身有個概念是錯誤的 那民進黨本來就不會贏啊 那什麼戰犯就是戰犯的問題呢 你怎麼覺得陳時中會贏呢 欸 可是鷹派說 他們不是戰犯啊 怎麼可以怪我們鷹派呢 何志偉呢 就被罵敗類啊 認真要講 可能講不完 那現在呢 不論是王世堅 認為呢 側翼是戰犯 那何志偉呢 炮打的是 黃成國 那當然他是有個人恩怨 表面上打的是黃成國 實際上打的是鷹系 因為何志偉一家 他早就已經倒到賴清德那邊了 所以說蔡英文找了陳時中 一起吃便當 然後變成了公幹何志偉大會 對 那為什麼呢 先前都是民間在講 但甚至是民進黨的人自己講 他們點出了黃成國是黑道 點出了蔡英文身邊是黑道的這個事情 對啊 你看民進黨的立委 自己都說了 陳時中核心是黑道 桃園清浦案有關的人呢 而且都是陳時中座上兵 那就是蔡英文的黃成國啊 不然還有誰 那或者呢 像你看一部分人開始檢討側翼 一部分人就開始亂點兵點將 如果你自己有錯 不想被別人罵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你先說別人有錯 對嗎 那這一件事情 柯建民做得最好 他說我們全部都有錯 這種話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呢 是認真覺得我們都有錯 第二種是什麼呢 就是開檢討大會 怎麼辦再檢討下去要檢討到女皇啊 不能檢討到女皇 除了蔡英文 大家都有錯 別說了別說了 我們都有罪 我們都有罪 大概清君臭 清君臭 每個人都是藝人就對了 別說我們都有罪 我們都有罪 這樣就不會傷到女皇 所以大概就這樣 那誰是戰犯 最大戰犯 當然就是蔡英文 只有什麼好說的呢 蔡英文現在變成一個 不能提的名字 或像是房間裡的大象 或他就像是佛帝魔一樣 不能講不能講 誰一講說我覺得戰犯就是蔡 閉嘴閉嘴 你會小心會被殺頭啊 你小心要是怎麼樣 側翼網軍就要來攻擊你 我覺得戰犯是 對你看 小心說了側翼網軍就會來出征 那當然啦 蔡英文呢 現在又開始搞了一個什麼 敗選檢討小組 拖大家來下水 對吧 敗選聲明也沒有檢討 就已經展現了幾個態度 第一 老娘絕對沒有錯 第二 老娘絕對不認錯 第三 你如果覺得老娘有錯 那絕對是你的錯 對 可以 可以 剛剛還口窮 你剛剛的雨傘是位置 原來是 原來是 他目前最主要的任務 就是要鞏固自己黨內的殘存的權力價值 卡住賴清德 這是他目前的當務之急 確實權力布局開始了 內鬥之後早戰犯 早戰犯 早戰犯其實目的是卡權位 這件事也很怪 因為 代理黨主席的功能 並不是來除錯 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以前民進黨 敗選下去馬上新派系都補上來 我倒不覺得這個 這樣子的政治安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什麼說 因為你也沒有別的安排方式 綠營的檢討已經非常清楚 他說我們跟社會脫節 你看人家反應多快 也就是他們做了決策 然後包含 不是只是說最近 他包含說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犯的錯誤 是 我們的防疫補償 今天沒有下到微型企業 跟真正的計程 就他們已經在想這些事情了 就陳其邁在這一排裡面 是最後的服務 他當然必須要抗當主席 你覺得這樣的安排 是不是殷皇的意思 我們鄭文燦未來接黨主席 機會不小啊 從卡愛的思考來講可以通 我倒覺得不純然是這樣 是鄭文燦本來就是那個 民進黨最後妥協點 因為他的優勢始終是人和 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啦 你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是蔡英文繼續 持首遮天 然後繼續卡愛 我認為他甚至都不用去做這事 因為賴也不會在這時候有太多的動作 他現在就算他什麼事都不做 民進黨大部分的支持者也期待他 我認為是大家都沒有意見 所以他才會整合那麼快速 就是說這個代理當主席 終於就是個過渡性質 那下一次正式在選當主席的時候 各派各系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 蘇貞昌的種子到底是 到底會不會發生 你都要看說 有這樣的空間的時候 各派各系怎麼表態 那個才會是 我們去判斷下一盤 民進黨派系一個風向球 所以目前是各方欲動 但是實際未到 他們是非常利益導向去思考事情的 所以這個裡面牽動到說 鷹派怎麼下台 對你來講始終大權在握 14年了 對啊 這次民進黨從來沒有過一個領導人 可以在位這麼久 蘇貞昌留任內閣啊 而且看起來蘇貞昌是不想下的 從他的表達跟他的言語 他是真不想下 對 他真不想下 大家都知道 熊威一直有個總統夢 這個問題就牽涉到說 如果你蘇貞昌不下 那賴清德怎麼出現呢 因為蔡英文這樣的現在的利益架架 掛鉤太深了 事實上賴清德會不會跟這樣利益結構妥協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但事實上就是這個結構跟賴清德本身是絕遠的 否則賴清德也不會把他信在台灣辦公室 直接搬出來放在總統的外面嘛 我們之前就分析過 蔡英文跟蘇貞昌是一個恐怖平衡的同謀 可是關鍵在於蘇貞昌他不動 他不動是指他的內閣幾乎沒有動 這其實很微妙喔 大家注意看從星期六開票那天晚上 蔡總統就集召各部會的官員到官邸開會 接下來幾天你會看到民進黨內的派系 或是那些徹業網軍互相指控 互相公幹 所有人都沒有在檢討政府施政失敗這件事情 沒有喔 從星期六到今天沒有喔 雪崩式 滑落式 外移到個人 那是後來的形象崩壞 所以不是防疫的問題 防疫只是其中一根稻草 但如果你就是今年沒有那個大樹幹 今年只有很多根稻草 那你要民進黨去怪什麼 重點是 蘇貞昌雖然口頭僅直 但是蔡總統未留 蘇內閣不動的情況下 你要賴清德怎麼插進來 插不進來 所以在選前至少一個月吧 我那時候就說了 蘇蔡同盟在2023年初 會有一個雙贏的一個協議 什麼協議呢 所以如果到時候是蘇貞昌去選總統 背後得到英系以及蔡總統的權力支持 為了要對抗賴清德 那這時候院長的空缺空出來了 由鄭文燦來接班 這樣是不是對英書都是雙贏 這是一個win-win的策略 可是現在情勢有一點點的改變 就是桃園是大叔啊 全台也是大叔啊 那你鄭文燦現在接什麼 這個選後檢討小組的召集人 那我們就不檢討一下你桃園市長鄭文燦了 這也是次 當初林志堅誰挑的 因為這次被列舉三大戰犯 第一名是林志堅啊 他變成破口啦 這是個事實 他打開了民進黨 民怨的那個潘朵拉磨合 第一名他 第二名洪耀福 那第三名有人點名說是側翼啦 剛剛世修講那個英書同盟這件事情 我倒覺得是 就是一樣是蔡女皇在利用蘇貞昌 因為行政院長在台灣的憲政體制裡面 他就是個有責無權的角色 那所以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出來 就是說 現在有沒有進入蔡萊之爭2.0 當蘇貞昌留任的時候 但是現在變成說一個僵局 因為蘇內閣卡著不動 所以賴清德暫時也不敢有動作 所以賴清德還在... 所以當然啦 他們現在表面上的理由是說 因為那個行政院總預算還沒過 我覺得那是藉口啦 藉口啦 最後也不會換 總預算如果過了 那請問蘇內閣蘇貞昌要不要下台 小妞就會換嗎 我覺得不會 不會 我覺得會 你覺得會換 原因是什麼 目前只是一個利用跟過渡啦 然後蔡英文之後 還是有可以接班的人啦 趙文燦 對 因為我剛剛講說可能不會 原因是想不到他 想不到他要換誰 陳建仁是可能的 我認為副院長會換 因為史隆基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 或者是微調啦 對 就是微調 就一定會有微調 不會完全維持不動 會微調的主要第一個原因 就是還要把這些敗選的人 通通都讓他們有位置坐啦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要防止那個賴系的人的膨脹跟做大 好 那現在不動呢 是因為你看我蘇貞昌一下台 那換誰接 那是不是各方人馬垂涎欲低 會炸 那賴系蠢蠢欲動 對吧 那蔡英文當然是女王嘛 他講說正沒給的你也不能要 大概是這個態度 那因為現在呢 這個民進黨內部啊 導英的風潮其實很強啦 或是講說 大家都看衰英系嘛 對 然後呢 再有一篇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說 英系已經與蔡英文無關 哇 英系跟蔡英文無關 英系跟蔡英文無關啊 人切割刀 史上最大謊話 對不對 哇 那這個英系跟蔡英文無關 難道跟馬英九有關嗎 欸 還是跟劉若英有關呢 欸 哇 所以感情這個英系的英 不是蔡英文的英 那難道是李連英的英嗎 欸 非常符合啦 其實我蠻同意小牛的說法 我認為不會換 因為不換的原因是很簡單 只要 不換 民進黨內還真沒人拿蘇貞昌有辦法 如果今天蔡英文要玩狠一點 他就是把蘇貞昌卡死在那邊 只要調副院長就好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嘛 陳其邁在當副院長的時候 根本是地下院長 解密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被陳其邁立刻出去 結果連黃志達都被 都被蔡英文吸收了 我認為 蘇院長終究會走 但不是因為檢討內閣的關係 那內閣 就算鄭文燦來接院長 內閣也不會有大幅度的改組 那蘇院長之所以走 是我剛剛講那個理由 公送他去選總統 然後因蘇雙贏 我的理由是這個 對 所以封死賴清德是接下來 英系的2023年的主要任務 同意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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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為 多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